真是太好了,阿依达被解救回来,在老者和叔叔的陪同下,阿依达回到阿祖法身边,生活或许会有遗憾,但未来依旧美好,今天阿祖法一起床,就拿着阿依达的照片在思念中,昨天老者把阿依达救了下来,他们父女和两个歹徒一起在做斗争,原来一个坏人是土地主人阿里的儿子,他和一个搭档把阿依达抱走了。 最终被老者他们父女解救下来,上次帽子叔叔去阿里儿子那边搜索,就是没有发现阿依达的存在,原来他把让另外的同伙把阿依达关起来。 老者这次做了一件大事,把阿祖法的女儿救了下来,目前没有阿祖法的联系方式,他们父女准备把这个消息告诉康特他们。 阿祖法昨天去外面跑了一圈,还去前夫杰斯家里找找看,就是没有发现阿依达的存在。 阿祖法不知道的是,老者把女儿救出来,先带回自家,把阿依达照顾好,真的是谢天谢地。 阿依达能够解救出来,离不开老者妇女的努力付出,真的很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阿祖法。 康特今天带着猎枪去外面寻找阿祖法母女,最终在路上晕倒了,还好附近有游牧人家。 一位大姐把康特摇醒过来,并带到自家凉棚下休息。 今天康特继续满世界在寻找阿祖法母女,最终康特继续离开去寻找他们母女。 他在路上遇到土地主人阿里,并询问了有没有见过阿祖法他们。 阿里假装说没看到,这个老头对康特撒了谎,如今的康特还继续在寻找他们母女。 最近阿祖法每天起床第一件事,就是去外面寻找自己的女儿。 他不知道老者已把女儿解救下来,大伙真的很感谢老者的付出,如今阿伊达是安全的。 接下来,老者要联系康特与阿伊达相见。 如今康特没有电话联系方式,老者想要找他如同大海捞针。 大伙都劝说老者不要把阿伊达交给婆婆和表妹,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让阿伊达留在他们身边,简直就是受罪,还不如带回家支养着。 昨天妇女经过重重困难,把阿伊达带回家。 老者的女儿给她购买了很多食物吃,这次阿伊达真的是饿坏了。 拿起东西就大口吃起来。 老者他们妇女接下来该如何把阿伊达照顾好。 同时也有联系康特和阿祖法,老者更希望他们夫妻能够团聚在一起。 阿祖法每天千丝万想的女儿,如今在老者那边静静地调养着身体。 最近这段时间的惊吓,阿伊达需要好好安静一些,老者妇女很仔细地在照顾着她。 阿祖法是好人有好报,全世界的人很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阿祖法,让她没有后顾之忧。 此时阿祖法接到叔叔的电话,说已找到阿伊达了,现在准备帮她把女儿带过来。 听到这个这么激动人心的电话,阿祖法是喜极而泣的,她内心的石头终于释放下来了。 这一刻,她的内心是如此地放松,寻找了这么多天的阿祖法,今天终于能好好地释放一下紧张的情绪。 阿祖法流下了感动又高兴的眼泪。 过了不久,有一台小车开过来,叔叔把门打开,阿祖法终于见到了日日想念的阿伊达。 这一刻,阿祖法感觉非常温暖,紧紧地把女儿抱在身上。 老者父女也跟着过来,叔叔说这是老者他们昨天找到了,定过去当地警局报案。 这次叔叔和老者做了一件很有意义之事。 阿祖法非常感谢大伙的帮助,叔叔现在和老者在交接手续,这次是完美的结局。 阿伊达健健康康地站在阿祖法旁边。 他最近经历太过之事,很多都是不幸的。 这一次女儿能够平安地回来,阿祖法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。 但有一点就是,一定要惩罚土地主人阿里的儿子。 老者把昨天发生之事全部告诉叔叔,现在叔叔在录口供,接下来就是对着阿里的儿子进行逮捕,以后阿里的儿子就不会来这边捣乱了。 老者这次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之事,这次阿伊达找到了,以后可以让康特来这边找阿祖法母女。 老者还拿了一些现金给阿祖法母女。 老者说到,昨天阿里的儿子承认是他抱走阿伊达的。 他说,主要是报复阿祖法的不公平。 一块土地两兄弟都共同拥有,堂哥就可以拿到卖地的货款。 阿里的儿子抱怨一分钱都没拿到。 他很痛恨阿祖法母女,就趁着阿祖法在睡觉的时候,偷偷把阿伊达抱走了。 现在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有大概的线索。 这次叔叔表扬了老者,说他很勇敢,敢于和歹徒一起做斗争。 叔叔问老者是怎么认识他们母女的。 老者说,之前我和他丈夫是老相识的。 我认识这个小孩子,一看就是阿祖法的女儿。 叔叔说到时警局会给你奖励的,今天就先到这里,我们还要回去办其他事。 接下来要去阿里家的儿子去逮捕他。 老者说,我等下再过去警局配合你们办事,先在这边和阿祖法母女聊一下。 阿祖法留叔叔喝杯茶再走,叔叔说要公事办要紧。 这是老者父女第一次来阿祖法新家,他觉得这个位置比较偏僻的,还问阿祖法靠着一人的力量,如何把这个房子建这么大。 如今,康特全世界在寻找他们,建议阿祖法给康特回个信息,报个平安。 阿祖法说我最近联系过康特,他的手机一直是关机状态。 如今阿依达平安回来,阿祖法现在知道家人在身边的重要性,接下来就是要让康特过来团聚。 老者父女坐在旁边交谈着,他们现在都没有康特的联系方式,如今看着他们母女平安地生活在这里,老者内心还是挺赞扬阿祖法的。 一个弱女子被婆婆赶出家门,自己一人带着阿依达生活,并且在这边盖了房子。 阿祖法开始忙碌着烧柴,他都好多天没烧上热水,一直都是喝冷水的。 如今老者是他们一家的救命恩人,阿祖法内心是非常感激他们的,现在在忙碌着清洗茶壶。 阿祖法跟老者说,母女搬过来这边居住,刚开始是非常困难的。 有一个建造小哥叫巴特纳,经常帮他们建造房子,他收取的费用很低,同时拍下视频记录生活,每天还是有些收入的,至少可以解决母女的温饱问题。 为了购买这块土地,还欠了巴特纳和游牧女的钱,如今房子快要完工的时候,就发现阿依达失踪了。 连续找了好多天,终于在你们的帮助下,才把阿依达找回来。 阿祖法再次感谢老者他们妇女。 老者给阿祖法提供了一些建议,在附近再搭建一个厕所,要是有需要的话,我可以借钱给你,以及给你提供帮助。 今天老者妇女来阿祖法这边,他们带着小孩在毛毯上玩耍着,新家园这边已好久没这么热闹过,离开这段时间,阿依达看着消瘦了一些。 阿祖法和老者的女儿在说悄悄话,意思是阿祖法想要介绍巴特纳给老者的女儿,巴特纳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。 阿祖法觉得他很靠谱,很勤快,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之人。 老者说,昨天解救阿依达的危险过程,昨天土地主人的儿子和同伙抱着阿依达在野外。 刚好被老者遇到,老者不怕危险,坚持和歹徒做斗争,整个过程是惊心动魄的,最终把阿依达救了下来。 接下来,阿祖法母女要好好规划接下来的生活。 好 chefs,阿祖 Mal Як春今次… 深呼嗨… 淘宾… 阿祖… … 孟子…